谁说杨子是一碗水端频道 小编就觉得杨子对谭尖刺就是极尽宠爱 今天小编就杨子谭尖刺在嗨溜中的小细节 来告诉大家杨子谭尖刺他们有多么的特别 下来看这个开场环节大家战成一排 谁能注意到这个才是大合影 而我们的谭尖刺发的微博确实他和杨子贴贴 这位一个竞争对手都没有 就好像他和杨子才是一对 这宣誓主权的样子也太明显了吧 接下来再来看看他们打招呼的场面 大家都是直面镜头和观众打招呼 可再看看谭尖刺 你在干什么呀谭多多 打招呼身体都已经偏向姊妹了 观众不如老婆中央是不是啊 还有在组队环节的时候 一开始谭尖刺就做的笔直 有一种随时起来的准备 不过可惜的是先上去的是邓维 我们的谭尖刺一下就那儿了 可惜了我们谭尖刺做的准备了 不过大家再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姊妹 来大家评评 这个眼神是看啥呢 根据杨子目光的方向不能猜出 他看的方向正是谭尖刺那里 而此时我们的摄影和剪辑师 还是很懂的 镜头真就给到了我们谭尖刺 并给他加上了两个柠檬 不过瞧谭尖刺那嘴角撇的 果然是真的酸了 不过等到谭尖刺上场的时候 他的状态一下子就满血复活了 恐怕当时的谭尖刺内心在想 后终于轮到我了 而兄弟团的反应也很有意思 纷纷表示大哥支愣起来了 王和弟更是一个优秀的助攻手 直接拿着话通汗 把嫂子拿下 不得不说 这抢大嫂的即使感 这不就一下子起来了 而这里杨泽的表情 我们就不得不对比一下 他等待谭尖刺时的神情 和等待邓尾的神情 明显就不一样 明显的对谭尖刺 更加期待的好不好 这时候优秀助攻手 王和弟又开始整活了 直接表示 不行大家咋能自己接亲 必须得有我们伴郎团啊 所以得重新走一遍 弟弟呀 为了大家的爱情 你可真是操碎了心啊 实力挺大哥的行为 真的没话说 而何老师也是参与其中 还直接当起了司仪 这下子接亲的团队 可真的是齐活了 看看谭尖刺 那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来 样子都笑不活了 之后谭尖刺更是霸气十足的 对邓尾说 你走开 挡着我家老婆了 咱就说这占有欲是真的强啊 接着咱们再来看看 作为当时赛场几位嘉宾的表情 吴大勋直接笑出声 你小子可以呀 何老师则是闲事 闹得还不够大 在现场挡起了吃瓜群众了 甚至就差在一旁喊着 打起来打起来 最后我们谭尖刺 但是如愿以偿的 接到了新娘姊妹 看着杨子在后面 一步一去的跟着谭尖刺 目光一是一刻都没有 从他身上移开过 真的太好客了吧 之后谭尖刺也是拿起了话筒 看向杨子 看到谭尖刺看向姊妹的时候 紧张的吞咽口水 那一刻 小编真的就以为 谭尖刺要表白或者是求婚呢 而姊妹也是一副期待的表情 结果 他只是说了一段 剧中比较暧昧的台词 真是可惜呀 这要是让小编来的话 觉得一句 杨子嫁给我吧 把这个国民度超高的大明星 拐回家去 不过换另一个角度来讲 谭尖刺说的那段时间 像不像是结婚是此呀 还有听听他那个声线 真的就是好俗好深情啊 杨子这时候 从表情上就看得出来 心里很喜悦 糟了 那是心动的感觉呀 不过最后 那个没憋住的大笑 破坏了这一份幸福的即视感 天呐 杨子你怎么能笑呢 这让我们谭尖刺多尴尬呀 看看谭尖那一副 受不可怜的表情 也太真实了 有没有 况且 其实对比一下谭尖刺和邓薇 和杨子讲话时的动作 我们能够看到 一个是面对面 一个是有点侧身 还有杨子对待二人不同的表情 谁是真爱 这不一目了然了吗 再来看看邓薇 还对谭尖刺点头示意了 这怕不是来自情敌的人可吧 而我们的苍璇表哥 还是像剧中那样 一副吃瓜群众的样子 看着大家越想越偏 我们的何老师 也是赶紧出来表示 这只是剧中台词而已 别当真 别当真啊 看来杨子谭尖刺真的很大呀 不然大家也不会真的就以为 他俩再进行婚礼宣誓现场 而最后杨子也说出自己的感受 表示 剧中小妖和向柳是一难评 我看你们真人也是一难评吧 不过我们观众真的就很磕 杨子和谭尖刺 不管是剧中的妖柳 还是剧外的真人 我们都磕 况且这部剧对于谭尖刺来说 真的价值很大 很多人都说 以前的他是一流的演技 三流的资源 而到了长相思播完之后 想必他的资源 能够再上升一个档次吧 而且小编还听说 自从长相思播出后 谭尖刺把不追心的一锅端了 把不运动的都赶建设房去了 把脾气暴躁的都安抚好了 把不想化妆的都变美了 让心如似灰的都热爱生活了 虽然这么说有点点夸张 但不得不承认 他最近真的特别特别火 打开猛应 基本上三部一个长相思 两部一个谭尖刺 剩下那个席位 还得偶尔去看看隔壁的诚意 所以时间久了 我不自觉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谭尖刺演了一部长相思后 就可以活成这样 他到底凭什么在戏粉呀 直到我去看了他之前的很多资料 也听了网友的一些分享 才由衷的觉得 像他这样的艺人早就该火了 他不是仅仅靠一部电视剧戏粉 他真正让大家喜欢的点 在于他本人 学生时代的他喜欢跳舞 想做专业的舞者 但这条路并不简单 他先是从老家的全班第一 到全国专业赛第一 再到世界赛季军 最后被保送北京体育大学 再后来他又被传媒公司 从几万人里选拔出来 进行了整整四年的 全封闭式的军事化训练 每天都要绑着沙袋 背着砖块训练 被高压水墙喷射 日复一日 整整四年 谭尖刺 他们这个团队 从一开始就是冲着 中国最强初代男团的目标去的 立志要做中国的No.1 结果 事与愿违 他们努力的成果 没有被市场接受 MIC男团被迫解散 谭尖刺 也只好转型去做演员 踏入一个新的行业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他每天跑十几个剧组 被导演骂 被拒绝 被冷带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很多年 不知不觉 那个在MIC男团里 背受哥哥们爱护的老妖 年龄也从三字打头了 一路走来 他吃过多少苦 只有自己知道 这段经历 让他从最初的活泼 爱讲话 到如今的低调 隐忍 云淡风轻 不争不抢 在综艺节目里 永远站在后排 不会刻意去抢镜头 2020年 在追光的舞台上 谭尖刺 时隔多年 再次见到 曾经的队友 上台表演 那一刻 他在台下泣不成声 在采访中 对自己的事情 总是一笔带过的他 面对镜头 终于说出了那句 我很难过 他说 自己做演员这些年 每当看到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歌手 在台上唱歌 他心里都是很难过的 像他们这样的 实力派团队 本应该大火 却没有被更多人看到 不仅他们不甘心 如今了解 这段过往的粉丝 也都替他一难平 我想 之所以 如今会有那么多人 从喜欢向柳 到去了解谭尖刺 在他喜欢上演员本人 是因为他 虽然看上去 是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他的圈子 我们遥不可及 但换一个角度看他 其实 谭尖刺 在娱乐圈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 也是特别普通的存在 背后没有资本 可以依靠 今天所有的成就 都是自己一刀一枪 拼出来的 二十四五岁 最好的年纪 坚持一个 不一定能实现的梦想 也会因为事与愿违 而感到失落 这种心情 是一言难尽的 所以在他的身上 我们能看到一个 普通人奋斗的影子 尽管结果会贬值 但他的努力 从未打折过 无论是演戏 还是唱跳 他说 只要你愿意考核我 我就会做到你满意 出道十年 他从来没有出过烂片 角色非主流 却从来不敷衍 多年为上过舞台表演的他 不论是在追光吧 哥哥 还是天赐的声音 每一次的表演 都会得到 专业导师的高度肯定 他的经历 让我想起 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 据说 在所有风信子中 白色的开花最晚 但他开花后 却是所有风信子中 最美的 所以今天 大家对他这份 迟到了十年的喜欢 是给更努力的人 最好的惊喜 那么 大家认为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